3,2,1 我甚至忘了,她这手还笑 这个是PSP,这个是NDS 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应该是掌机这个领域里竞争最旗鼓相当的一个世代了 虽然从数据上看是NDS一边倒 不过在口碑上PSP打得也不错 然而对于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们来说 想要同时拥有两个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全都要 这次的项目是把NDS和PSP合二为一 让这两台经典复古掌机在一台手机上重现光辉 我把它取名叫做 其实索尼和任天堂最开始也是合作推出过硬件的 长这样的 所以今次的项目也不是特别离谱 甚至可以说是回归初心 那我们开始吧 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因为折叠屏外面有一面屏幕 打开以后有两面屏幕 所以我就可以做到里面当成是NDS 外面这个就当做是PSP 其实现在模拟NDS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了 也非常的简单 很多模拟器都可以做到 比如说这样 但是这样怎么会像一个NDS呢 我想做更进阶一点的 要把它里面整个软件 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真的NDS 有一个叫DRASTIC的APP 它应该是目前安卓平台公认最好的NDS模拟器之一 缺点是它是要钱的4.99美元 选它是因为它软件内支持非常自由的界面自定义 可以直接放入自己做好的PNG图片 它就可以当做模拟系的皮肤了 然后手动摆放屏幕和各个虚拟按键 这样看起来就已经很像是一个真的NDS了 但是你看这些按键 虽然有震动的感觉 可是没有动画 手感还是非常糟糕 这怎么能行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DRASTIC是可以通过文件名体配按键图片的 你可以在这个虚拟按键的文件夹里面 放一组PNG的图片 然后把它命名成这样 像这种文件名后面有一个LOW 就代表它是按下去的状态 这些图片包括了每个按键的静止和凹陷两种状态 每当我按键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切到凹陷的状态 手指松开又会回到静止的状态 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两帧 就可以完成按键动画的效果了 现在就都弄好了 你看按键 都有在按下去 哇 这样子手感还挺像真的的 那我们赶紧来玩一个游戏感受一下吧 超大蘑菇 超大蘑菇 踢飞了 踢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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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玩一个别的游戏 应援团 应援团是一个应有需要用到NDS的下屏 好 开始吧 啊 斗志远起来啦 啊 斗志远起来啦 这样 NDS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PSP怎么办 PSP只有一块屏幕 用手机的外屏来做就非常合适了 PPSSPP这个模拟器我已经很熟悉了 下载 打开 导入游戏 完成 非常简单 PSP的模拟难道就这样了吗 这也有点太弱了吧 完全不像啊 这可不行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会选择用一个手机手柄来获得更真实的体验 这个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人是要成长的 我们来建个模 我做的这个不就是一个手机壳吗 上面虽然有按键 但是按不下去啊 一天学的建模 成果也就这样了 怎么办呢 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我们找了一个建模师 把设想和设计传达过去 然后用光固化数值打印了出来 打印完的东西就在这里 这样看就直观了很多 我来解释一下 从最重要的部分开始 这个可以理解为手机的外壳 剩下的所有部分都要通过它来和手机连接 现在中间已经有一个凹槽了 是可以完美放进去的 外壳凹槽的深度是和手机单屏的厚度一样的 所以这样拿起来翻开扣上都不会有特别的异物感 这两条白边都是装饰用的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是为了模拟PSP上下这两块 然后就是手柄了 这边有两个外壳是可以分别包裹住两个蓝牙手柄的 但这里要动一点点手脚 因为PSP是没有L2和R2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拆掉 这样也更加简单嘛 把手柄放到壳里面 然后再盖上就好了 扣上壳了以后 有些按键就会按不到了 因为相当于壳变厚了 所以我又打了一些新的透明的加高按钮 有一些是可以直接贴在上面的 有一些则需要替换掉手柄原来的按键 每个按钮上都刻了圈叉三角方块 左边手柄的上下左右方向键是粘上去的 还可以 右边的手柄要处理的就多一些 需要把手柄拆开 把原装按钮拿出来 用加高的替换掉 替换完的效果是这样 都变成透明的了 这边还做了一个白色的按键 完全OK啊 L键和R键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完了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挺像一个PSP的 可能按键布局不是非常一致 但是气质是这个气质对不对 而且里面运行的是PPSSPP 说啥我也没有想到出来会有这么像 而且那个灯光也可以从这两盒缝里面透出来 我最喜欢这四个透明按键 包括两个尖键手感超级好 这个就是原版PSP和我的改版PSP 改版PSP内核是一台Vivo X Fold 外面是3D打赢的外壳 包括两个蓝牙手柄 现在我们来试玩一下 来一个战神 好好好 超强沉浸感 其实还不是很大 我已经习惯Steam Deck的大小了 这个都不算什么了 甚至还小一点 哎呀玩的是有点开心吗 这个壳加上以后居然真的可以完美的按键 我刚刚玩的时候一度以为这是什么新型PSP了 所有按键都可以完美回弹 包括L键和R键 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 可以说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功能最完整 造型最精致的一个DIY掌机了 可是光看现在的设计似乎只是给这手机套上了一个外壳 这种情况下NDS去哪了呢 其实啊它还另有玄机 不要眨眼 3 2 1 1 5 可以翻回去啊 上下两条边还可以拆掉 再把翻盖打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 NDS 厉害吧 手柄翻轴到背后 这么简单的设计 甚至增加了它的握持感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铰链嘛 变形之后你已经很难看出来它曾经是一台PSP了 这已经是我能够想到的完成这个变形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其实一开始这两个手柄我还想过能不能够像Switch一样就变成可拆卸的 但是我想上一来可拆卸的部分就有四个 就一点太多了 我觉得不如变形帅 当然我这个铰链就是最普通的那种铁做的折叠屏搭配折叠手柄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非常优雅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写上logo 大声喊出它的名字 它是谁 NPSP DSS BF 掌机的终极形态 PSP和NDS的合体版 Nintendo PlayStation Portable Dual Screen Super Big 4 终于做好啦 整个制作下来我觉得在软件和硬件层面上面的模拟 我个人还是都比较满意的 其实过程中还是稍微有比较遗憾的地方 比如内屏是开孔屏 它就会影响NDS模拟器的显示效果 我只能够把背景图做了一个黑色的条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对称 减少了一些割裂感 还有就是外壳的喷漆 其实本来我是想要上颜色的 但是我稍微试了一下 你看 这个就是紫色透明紫 这是珠光白 这个紫色我是觉得不太有质感 然后3D打印的材料再精细 它都有那个一横一横的这种纹理在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至于这个珠光白 我是觉得在镜头上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保持原厂风也挺好的 有一种很原始的感觉 当然用模拟器玩老游戏这个体验本身还是不错的 比如模拟器里可以开启PSP的多倍渲染分辨率 今天这个整个体验下来 我就是觉得让我爷亲回了一下 还挺开心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但最后还是圆满解决了 现在这个状态我非常的满意 怎么说呢 最后 我就只能够 等着任天堂和索尼一起给我寄律师函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台NPSP DSS BF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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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